那么接下来在税收优惠当中 我们就提到了叫临时洁免的项目 咱们今年教材涉及到是26项临时洁免 既然它是临时洁免 所以在选择题里面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性的 那比如说这个26项里的第一个是孵化服务 那针对的是这种叫做省级的 或者说是国家级的 科技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国家备案的众筹空间 对其向这种孵化对象提供的叫做孵化服务 所取得的收入 这是免征赠学税的 比如说给大学生自主创业 提供这种场所 提供这种培训等等 那这样的收入是比较低的 而且这样的收入是免税的 鼓励这个行业的发展 另外像经营公租房 它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增值税 这个一定要对经营公租房的管理单位 要求他们是单独核算这个公租房的经营收入 这个才能免税 否则你是一起核算的 是不能够享受免税的 另外针对文化企业 我们关注一下像这种符合规定的什么电影集团公司 它取得的还有电影制片厂 这种电影版权的转让收入等等 以及这个在农村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 这种免征赠学税的党刊报刊的这种发行 是吧 它是免征赠学税 但是涉及到它的那种印刷和发行 现在已经是属于经营性资产 所以它就剥离出去了 那剥离出去就组建了这种文化企业了 咱们规定的那就是在注册制起 这样的党刊报刊的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 它虽然是叫做文化企业了 那它是党刊报刊的 所以他们也是免征赠学税 另外涉及到这个社区服务 特别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 像社区的养老托育家政 这些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免税 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公司取得的收入 也是免税 另外我们还了解一下 像这种边销茶 这主要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它生产企业销售资产的边销茶 这是免税的 还有这个国产的抗艾滋病这种药品 咱们现在也是免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 相当于就是全环节免税了 还有提到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农村这个饮水安全 跟我们前面在优惠里面提到的这个叫做农村的这种 就是田间这种灌溉用水 它不是一个概念 灌溉用水根本不是增值税的范围 而这个饮水安全工程 这是工程 这是增值税的范围 那我们今后在这个工程完成之后 向这个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 这样如果取得有自来水的这种销售收入 它现在是免税 对这样的收入是免税的 好 那我们还有这种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 是吧 它也是免税的 金融机构这儿呢 向农户 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务所发的那个叫小额贷款的利息 这实际上应该是跟前面的金融业搁在一起的 是吧 它是免税的 如果是对大型企业的那种贷款利息正常征税 另外向境外机构 这个投资境内的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 是吧 这个是属于免税的 以及经过国务院批准 对外开放的期货 它这个叫什么呀 叫做品种保税 期货品种保税交割业务 这样的业务是免征增值税的 我们有所了解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了 这个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今年新增的 所以在选择题里面特别容易有命题的 说的是金融企业 这个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它里面是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这样的单位是吧 它有这种业务 你比如说我本身是银行业的金融企业 我们放贷 发放贷款 那么现在没有什么信用贷款 是吧 都是你得有抵押物的 这样呢 抵押的贷款 今后借款人还不上了钱 那我们说作为这个叫什么呀 抵债的资产 比如说他当时拿房子抵押 那现在我们就要拿房子来抵债了 但银行不可能要那么多房子 所以呢 银行就要处置这些抵债的不动产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 这种房子里面的这个派房 是吧 处置抵债资产呢 它是正常的话 应该怎么交税啊 不动产吗 所以交税应该占9%的税率 这没问题吧 那怎么来交税呢 你既然是银行卖的抵债资产 所以按照正常的 那就是销售不动产 按售价 是吧 那银行又不是买来的在卖吗 所以呢 它不能够按照这个差额 而且呢 这个也不存在什么 银改增值前 银改增值后的事 问题是 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 并不是银行买的啊 所以呢 当时买的时候的 这个房子的增值税 进项税 已经由买房的 这个纳税人 做了进项税额抵扣了 那现在这种法拍房往外卖 没有 银行是取得不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所以它没法抵扣进项税额 因此现在我们允许它选择 不是说必须啊 是选择 叫做以差额作为积税额据 然后按9%来交增值税 我们不动产 如果简易办法 这个税差额 它是按5% 这块呢 是真的比较特殊 那就是按9% 还差额 那这样的话 差额就是按照你全部取得的 卖出的价款和价外收入 扣除是吧 差额嘛 扣除取得该抵债不动彩的这个作价 那这样呢 以差额作为这个寄税销售额 按9%交增值税 这里面就要求了 既然呢 它是差额寄税 是吧 那你可以扣减的那一部分 那它是得有凭据吧 不能随便扣减吧 所以可以扣减的 应该是取得法院 或者是仲裁机构生效的 这个法律文书的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法拍的这个房子 是吧 那我们说卖了多少呢 取得了全部价款 比如说是800 是吧 那这个抵债的不动产 抵债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是抵了600 这样呢 我们是800 是吧 减去600 这个差额 当然这个房子 它会告诉你 这个价格都是含增值税的 这是我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样除一家9% 是吧 乘9%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 这个600 你得是取得法院相关的 这种 或仲裁机构相关的 法律文书才可以的 同时呢 也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是如果你是选择 差额寄税了 是吧 那我们在 下一家开发票的时候 你实际上从下一家取得了多少钱呢 卖了法拍房 卖了800万 所以呢 你应该给人家下一家开800万的发票 是不是呢 不是 那我们说 作为我们上一家交税 是吧 它不是按照800万交的 而是按差额交的 因此呢 你扣减的这个600万 是吧 那我们说 就是抵债不动产 作价的那个部分 是不得注意啊 不得向购买方开去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所以你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就是在你本环节交税的这一部分 因为你本环节交税的 相当于是你的肖下 是吧 就是咱们下一个环节能抵得近下 那你本环节并不是按800万交的税 而是呢 按照差额寄税交的税 所以呢 扣减的那一部分 是不得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好 这是今年新增加的内容 注意选择题 好 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第13个 那它虽然不是今年新增的内容 但是呢 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使用 特别具有普遍性的 也是咱们在考试当中呢 多次出现过命题的 包括组合体里都有这样的业务 咱们的这个单选题里面 小计算也有这样的业务 那说的是扶贫的物资选择 本身纳税人资产委托加工 或者是购买的货物 用于对外的捐赠 无论是公益的还是非公益的 这都是在增值税里要视同销售 要交增值税的 但是对于扶贫货物的捐赠 在我们这个19年开始 那一开始呢 没说这么长 后来又延长 所以这个阶段 是很长的一个时间 那就是对单位也好 个体工商户也好 你把买来的委托加工 或者说资产的货物 你是通过了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限制以上的人民政府 那这个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 那就是叫做间接的是吧 通过这个指定的单位 或者是机关 那也有可能呢 你是没通过 你是直接无偿捐赠 但必须都是捐给了 叫目标脱贫地区的单位和个人 这个在增值税里面 是不用交的 是免税的 不过我们在这做个提醒 那就是目标脱贫地区 有可能呢 它是后来实现了这个 这个脱贫了 是吧 它现在已经是不属于 那个贫困的了 但是它依旧可以享受 这个税收优惠政策 那只要是在时间段里面 那你前提条件 你得是这个目标脱贫 什么指定的这些地区 所以这个地区呢 就是832个 国家这个扶贫开发工作的 这种劣底的重点地区 所以题目中一般 它会告诉你是这样的重点地区的 那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增值税的这个减免税优惠 但是在这想提一下 当我们学到税法二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这个目标脱贫 是吧 它实际上呢 是属于公益性的活动 但是在企业所得税里 你只有是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现一项人民政府 你如果说是直接无偿捐赠 在企业所得税里是享受不了这个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这种特定待遇的 好 那我们提到的优惠政策当中 这种阶段性的是吧 临时性的 还有像这两个这个体育赛事的 这我们了解一下 杭州的亚运会和叫残亚运会 实际上应该是2020年召开 因为疫情呢 咱们是顺延了一年 所以这个政策还是有效的 另外我们提到的第16项 这个公交运输服务 它是在2022年的时候 享受过全免税 所以这个从实效性上来讲呢 好像也就没有太大 咱们再记得必要 那我们在这儿要说一个这个政策 这是现在还在特别具有普遍性的使用的 那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不过它的阶段性的这个增值税的政策 在我们疫情这三年 它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策的 咱们曾经实行过的 那就是免税加1%是吧 你比如说2020年 这是指定的地区免税 那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 21年到4月1号到22年的3月31号是1%的 那就是非常非常低的 本来3%是1% 那从22年的4月1号到22年年底呢 还免税了呢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1%的是吧 相当于呢 是跟21年4月1号的 这个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也就在23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所以在这样的叫做阶段性优惠中 其实我们在近三年 疫情这三年考试题目中 这种阶段性的并没有出现过 什么题目 包括小的选择题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儿呢 我们就知道现实生活当中 现在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今年是1%的 那这个1% 它如何来计算这个应纳税额呢 那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公式 那就是把含税销售额除以1加1% 然后再乘以1% 也就是说 你在进行价税分离的时候 就按照它实际现在的 这种阶段性的征收率 所以除以加1%乘以1% 那同时也说一下 作为这个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它的这个增值税1% 是吧 这现在已经很低了 那是不是1%一定要交呢 不一定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起征点的规定 那就意味着如果起征点 是吧 你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 你连交都不用交 1%都不用交 而我们现在的起征点呢 这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的 那就是月10万 季度那就是30万 所以纳税人有的按月交 有的是按季度交 那这样呢 是没有到起征点的 是不需要交的 达到起征点的 才按照1% 才交增值税 所以到底是按月交 还是按季交 那我们在教材上 有这方面的例题 那这个我觉得 不是咱们的重点 因为我们税务师 税法一的考试 没有进行什么纳税筹划 得说 所以我们给你哪个 你就按照哪个来算税 我就可以了 同时也了解一下 那就是如果按1% 来交增值税 今年是吧 那我们说呢 就是按照1% 来开增值税的发票 那当然你说 开增值税的什么发票 我们原来的 是吧 1% 就21年4月1号 到22年3月31号的时候 你如果按1% 这个交增值税 那只能是开增值税的普票 你要想开专票 那就得按3%交增值税 而今年呢 今年这一年不是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开票要求 不做重点的掌握 1% 你算税额就是了 假如说现实生活当中 那纳税人按1%交增值税 而这个购买方呢 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他也是按1% 来开取增值税专票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呢 第18项 离时性的 其实这不是一个离时性政策 但是他放在这里面说了 说的是二手车经销单位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特殊行业 是吧 他买来的呢 就是旧的 是吧 用过的旧车 二手车 然后呢 他卖出去 当然也就是这个旧的 二手车 那他不管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都得按这个政策 什么政策呢 那就是按照解益办法 但解益办法不是按3% 那我们曾经用过3% 后来减3%减按2% 现在呢 是减按0.5% 所以二手车 你这个卖出去的价格 假定说是5万 是吧 那么这5万呢 那就是除以1加0.5% 是吧 然后呢 再乘以 再乘以0.5% 这就是销售二手车 要交的正续税 因为二手车 他不可能有 迹象税额的什么抵扣 说的是二手车经销单位 他从收购的二手车这儿 是取得不了正续税 专有发票的 好 那关于二手车销售 我们在解益办法当中 还会再次提到 第八节 好 那接下来要提到的 这个19和20项 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这两项内容 就是作为我们一般了解的 考试中 在命题上 不可能对这种特定的地区 来单独命题 那这个两个 一个说的是上海自贸区 它里面 在叫做阳山 这种特殊综合的保税区里面 提供的像交通运输 像这个装卸 像仓储 这三项服务 取得的收入免赠增据税 还有一个就是大湾区 那它一定是注册在广州市的保险企业 像注册在这个大湾区南沙 是吧 这个自贸区的企业提供的国际航运 保险服务 这是免赠增据税 好 这两个呢 可以说这个设计的太具体的 考题里面 命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第二十一项是进口种子的种源 那这样的按说 是不是应该是农产品吧 应该是按照9% 来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我们说这个是种子的种源 这是免赠增值税的 另外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 它不是免赠 因为我是买方 不是卖方 所以这块的优惠说的是什么呀 你采购的 而且是国产设备 是全额退还 你在采购环节 所支付的这个增值税 好 那我们第23 也是了解一下 是吧 这是一个特定的这个服贸会 那它在服贸会期间呢 会有一些参展商 带进了一些进口的商品 那在这个展会上呢 来进行销售了 这时候呢 我们说它是量很少的 是吧 它是免税的 而这个量呢 咱们是有要求的 那就是销售金额不超过2万美元 而且呢 能够带过来享受这个免税的 是不包括烟酒汽车的 好 那关于优惠政策当中的第24项 其实这很具有普遍性 制造业当中的中小微企业 但是这个政策作为阶段性呢 其实现在已经是过时了 所以咱们也一般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说的这个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 这个中小微不是说你叫中小微就行了 你得是制造业 你得是生产企业的中小微企业 而且呢 这个中小微和我们税法当中所提到的 包括我们企业所得税说的什么 这个小型微粒都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按照工信部的标准 那它的这个中型企业呢 那就是年销售额是吧 它得在2000万以上到4亿之间的 那小型呢 那就是年制造业销售额在2000万以下的 所以我们这种制造业的中小微企业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他们的这种销售生产都受到影响 所以呢就出现了现在的政策 叫做税额缓纳 我们说的税额缓纳只是从时间缓纳 并没有在这说 它的税额就全都不交了 咱们是有一部分全缓纳 有的是50%缓纳 那咱们先从时间上受一下它的缓纳 那从2021年的第四季度 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 所以按季度 那现在呢 咱们后来又给它进行了这个延长 2022年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 那我们就以这个第二季度为例 第二季度就是四五六这三个月 那第二季度的税什么时候交呢 是吧 应该是2022年的7月15号之前交 是吧 这正常的 这是没有缓纳的 是吧 那我们说现在要给它缓纳 缓多长时间呢 那缓的就是加六个月 缓纳的时间就这么长 所以相当于它就到2023年的1月15号之前交 是吧 那我们说缓纳 那是法定的这种缓纳了 那就意味着呢 你在缓纳期间是没有制纳金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缓纳的规定 那你这个六个月的制纳金 一天万分之五是要交的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缓纳的时间 实际上呢 咱们今年在这块还加了一个内容 那就是它还可以在到期之后延长四个月 所以这个还可以在到期之后再加上四个月 所以这都是给企业解决面临的这种极难是吧 问题来有具体的措施对策 好 那说了缓纳的时间 同时呢 还有一个有缓纳的税额是多少 对于制造业里面的中型企业 缓纳的税额呢 是50% 相当于你换一半 还得交一半 那对于小型企业呢 那就是100%你都可以还 那缓纳的这个税是哪些税呢 那从咱们现行的这个实体法的税种来讲呢 可以说最主要的两大税 一个就是增值税 一个是企业所得税 所以呢 这里涉及到的增值税 是国内增值税 当然如果是应税消费税也缓纳 交着这两个 那还有附加税费 承建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 是吧 那是这是叫做流转税的 还有呢 所得税 那就企业所得税 但是如果你这个制造业的 是属于个体工商户性质的 那你不交企业所得税 交个人所得税 这也在缓纳的范围之内 但是缓纳的不包括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的一些费 好 那我们这块了解一下就行了 六个月的时间 刚才我已经说了 而且呢 咱们刚才所涉及到就是再延长四个月 是吧 这也就知道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样的问题它是作为几个阶段性的特殊的规定 所以我们是一般了解 那么接下来又提到了 对出口货物的保险 它有两个贤种是免的 是吧 那我们说出口货物作为咱们保险的这个标的 那贤种呢 是产品责任保险 产品质量 这个保证保险 这两个贤种它是有免税的 好 那我们还提到了是图书的批发零售 是吧 咱们现在这个环节 图书的批发零售 本身它是低税率的9%的货物 现在呢是免了增值税了 所以批发零售可以免 但是如果图书的这个印刷 没说免 没说免就还得要交税 好的 那到这儿为止 我们说到的叫做临时性减免的26项就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关于这一节的第四个大类型 是增值税的急增急退 这里面的内容也挺多的 急增急退呢 说到了十项内容呢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 主要是记住急增急退 它有一些比例 退多少 另外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货物 比如第一大类我们就提到了叫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它以及它的劳务的急增急退 是吧这样的急增急退对资源综合利用 我们主要的是要清楚它的政策 至于说什么样的企业能够享受这个叫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急增急退 我们确实是有具体的条件有七个条件 但是呢这个不作为我们考试的重点 但是咱们作为税法一的考试这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那它肯定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而且呢它的这个纳税信用等级还不能太低 那像这种C级的D级的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纳税信用的等级线分为五级 那按照这个一级一级的打分 那如果说是A级的应该是90分以上 是吧 B级的呢就是70到90分的 M级是针对特殊的 那C级的是什么呀 C级的就是连70分都到不了 它是指的是40到70分的 是吧 那要是D级呢 那就是40分以下的 所以它是纳税信用等级非常低的 这个是享受不了这种急增急退的 另外急增急退退多少呢 退这五打不同的货物 不同的急增急退的比例 有30的50的70的90的100的 具体的我们教材上它有一张表 是吧 我想呢 这个我不讲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二类是 指定的货物劳务服务 那这个内容里面 所涉及到的考点是经常性出现的 你比如说 叫做急增急退6% 这个针对是谁呢 6%针对的我们目前只有一个 就是飞机维修业务 另外我们还有急增急退 3% 对吧 3%针对的什么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管道运输服务 还有一种呢是涉及到的什么呀 叫做融资租赁试点纳税人 所谓试点纳税人呢 那实际上是当时在赢改增之前的 那以及呢就是纳税人提供的是融资性售后回租 那这样的话 3%的急增急退 那大家可能会想了 你6%也好 3%也好 这个急增急退是什么意思啊 那所谓的6%3% 它指的是实际税负 那实际税负呢 就是你的实际的增值税的税额 是吧 销项减项算出来的增值税的税额 除以它的这个不含增值税的收入额 这样呢算出来的就是一个叫做实际的税负 那这个实际税负如果说是超过了3% 那大于是吧 3%了 那我们说这个超过的部分就给退 因此这3%相当于对这样的业务的一个 就是交税的法定税负了 是吧 相当于你按不含税的这个销售额 3%去交 因为超过3%的就给你急增急退了 所以就按3%交 这个飞机维修呢 它就相当于就按6%交 而我们下面所提到的这个销售自产的 叫做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 是吧 风电产品啊 那这是我们现在啊 这种叫什么环保 是吧 清洁能源之一 那这样的电力产品 它是用风电发电形成的 那我们不是说超过多少来进行急增急退 而是这样的收入就直接急增急退50% 等于就是交回来以后退一半 好 那我们还提到了是软件产品和动漫动漫产品 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啊 叫做实际税负超3%的急增急退 是吧 那这块呢就有公式了啊 有公式的呢 那他就容易在这有命题 是吧 那尤其是有小计算的 你看这公式怎么来的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的 那增值税 你的应大税额本来是正常该交的 怎么交呢 那就是你的销项减去你的迹象 是吧 这是你正常应该交的税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算一下 它的这个税负是多少 看看它税负呢 是不是大于3%了 好 那这样的税额 除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就是税负 如果这个税负算出来 比如说是5%的啊 或者说5%点多的实际税负 那好 我们就把超过的那部分 叫急增急退 那超过谁的呢 超过是销售额3%的部分 相当于你交的就是销售额的3% 这样你算出来的税额 大于这3%的 不是就退给你了吗 所以这儿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而这个动漫企业 它自主研发的这个动漫软件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软件企业 他们有共同之处 都得是你自主研发的 不能说你是从这个其他地方 买来人家开发好的你在卖啊 那你是属于流通环节 这儿呢 一定是自主研发的啊 相当于你是这种生产企业啊 那他呢 一样也是啊 超3%的急增急退 而动漫软件 如果是出口啊 它是免征增值税的 好 针对上面的啊 3%啊 法定税负超过部分 急增急退 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是某软件开发企业 作为增值税的一般大税人 他呢 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 取得不含税收入 好 这个收入呢 肯定是要乘13% 算销项税 那从国外进口了 这个软件 进行本地化改造 是吧 改造之后 它有对外销售 20万 依旧是要按照 销项税额 20万乘13% 算销项的 同时 它本月构进 一批电脑 用于这个软件设计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 一定审题都看好了 这个说的不是税额 是金额 因此呢 它这个对应的 是吧 税额 确切的说呢 那就是你构进的时候呢 进向税额 10万的13% 那就是13000 是吧 那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 增值税的销项税 有了增值税的进向税 销项减进向的差额呢 那就是 它的应纳税额了 但是我们现在问的 不是应纳税额 而是应退税额是多少 那我就要算一算 它的应纳税额 除以这个收入 是吧 这个不含税收入已经有了 就这两个之和嘛 那这样呢 它的税负 实际税负是多少 好 那我们看看 你算出来的 应纳税额 销项减进向 是21840 是吧 那它的实际税负呢 那就是21840 除以这个 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是8.15% 好 用这样的实际税负 和我们规定的 法定税负一比 就知道了 它是超3%的吧 所以超过部分 急征急退 那么问你 退多少的时候 好 我们就用 它本来该交的 然后减去呢 法定 是吧 应该交的 这是法定应该交的 所以超过的这部分 就是给退 所以它实际交的 就是销售额的3% 超3%的就退 好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 在税收优惠里面 特别常考的 急征急退里面的相关内容 至于说 急征急退里 还涉及到了 上安置残疾人的 这个在题目里面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那就是鼓励 这个用人单位 安置这个残疾人的就业 所以在企业所得税当中 我们有相关的优惠 这个就相当于是 残疾人工资 加计扣除100% 那在增值税里面呢 咱们是这么样的规定 纳税人安置残疾人就业 那我们是实行 叫做限额的急征急退 是吧 限额的 那怎么限额呀 就是你当地的每月 月最低工资标准 假如说是月最低2500 四倍 四倍那么就是1万 那你安排了残疾人 假如说4个是吧 那就是成人数 就是4万 这样呢 在你这个4万是吧 它是应纳税额里面给你急增急退 所以进行限额急增急退 好 那我们还提到了急增急退的就是 黄金搏金 那这样的问题 靠体里面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因为它是针对特殊货物的 那针对黄金的期货交易 是上海交易所的 是吧 那这样的黄金期货交易 是在实际发生实物交购 但是呢 没出库呢 还没出库的时候是不用交的 那如果说是发生实物交割 并已经出库了 那么这时候呢 它有物流了 实际出库了 那应该交增值税 不过交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下面说的是 由税务机关按照实际交割的价格 来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且实行急增急退 是吧 所以这个 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 那个税额实际上就给你退了 那为什么要开这个发票呢 因为它往下一个环节流转 下一个环节就增值税的 进向税额抵扣凭证了 好 那我们同时要了解一下 就是黄金和黄金制品的业务 那要是进口的黄金 黄金制品它免征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而国内的销售的 这个自产的 它是增值税急增急退 所以黄金和黄金这块呢 都有急增急退 只不过这个黄金是吧 是在交易所这块出库的时候 才急增急退 好 那我们在这呢 给大家针对这个 急增急退的有关问题 是吧 来举个例子 那这是我们在去年考题里面 出现的一个单项选择题 难度并不大 说的是一般纳税人 享受增值税 实际税负超百分之六的 超百分之六的部分的 急增急退 那我们可以想想 大部分的急增急退 都是百分之三的 是吧 那么百分之六的呢 我们只有一个 谁啊 那就是这个飞机维修 是吧 它是百分之六的急增急退 所以除此之外 我们销售软件产品 自产动漫产品 广这个管道运输服务 他们都是百分之三的 急增急退 所以这样的正确答案 还是比较好选择的 应该选择C 好 那在我们的考题中 有时可能会出现呢 难度更加大一点的 因为它是多项选择题了 而且呢 它的这个每一个选项吧 还表述的比较长 像这样的多选题 那我们只能是反着谨慎性的原则 因为你要是有错选 有多选 它是要整个两分都没的 但是你要有漏选呢 还是能够得分的 所以看看急增急退啊 就是多评考点 是吧 2020年就出现过多选题 问你哪些说法正确 A 管道运输 急增急退 3% 这刚刚见到过 对的 好 B选项对销售资产的 这个临时高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政治税急增急退 70% 这可能我们确实刚才也没说 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说上有表 你看了呢 不一定记得住 所以我要是考生的话 我可能这个地方先打问号 如果别的都不选 多选题我选它 如果有别的选的 这个我就不选了 那你看C选项对提供有型动产的融资租赁服务 增值税 实际税负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3%啊急增急退 所以这5是不对的 那这个D选项对销售资产的利用风利生产的电力产品 增值税 急增急退 50%啊 封电50%一半的急增急退 所以这是不对的 那最后一个选项 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 这个急增急退是3% 这是对的 那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这个备选答案了 是正确的 A和E 因此呢 这个B选项要是拿不准 建议大家就不要去选 实际上它是对的 是吧 那如果说你选了A和E能得一分 那你要是把B选上了 那这是属于瞎蒙蒙对的得两分 万一要是不该选 你选上了两分就都没有了 好的 那关于这个急增急退 我们这是高频考点 你看还曾经出现过这个比较简单的 自行开发软件产品增值税什么政策啊 先征后退 减半征收 先征后反不对 就是急增急退3% 所以正确答案那就是我们的这个A选项 好 那在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当中 我们还提到了叫什么呀 叫先征后退 先征 百分之一 正常的征 然后呢 后退百分之一百的退 以及呢 就是先征后反 那么先征后退 提到的就是 在出版环节 有一些列举的出版物 比如说中小学生课本 另外呢 像那种印刷制作业务的列举的 比如说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字出版物 那它在印刷制作当中呢 也是百分之百的先征后退 那如果说百分之五十的先征后退呢 是吧 各类其他电子音像制品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都是全免了 所以这样的内容呢 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去关注它了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的 优惠政策里面的第六大类 叫做扣减增值税的规定 这个扣减规定啊 那就是在你的因纳增值税里面 我们实行叫做限额的扣减 或者是定额的扣减 其实他们针对的这个政策 事用范围 事用对象有差别 但是它的最后的这个限额 或者是定额 这个额有差别 但是最后呢 其实它的结果都应该是限额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针对的对象 针对什么呀 就是退市兵自主创业 以及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那它实行的这种增值税的 叫做限额扣减 什么意思啊 说的是他们办了啊 这些纳税人 他们办了个体工商户的啊 这个登记是吧 工商登记税务登记 然后在三年内 按照每户每年多少呢 是一万两千元啊 作为限额 那就是一万二 但是不是就是一万二 不是 它还可以上幅的啊 上幅20% 这样呢 从它的流转税增值税啊 然后附加税费 到它的啊 这个所得税 因为这些 他们办的是个体工商户 所以交所得税 也是个人所得税啊 来进行扣减 好的 那我们还提到了 那就是对企业招用的 像贫困人口 或者是失业人员 这企业它也可以呢 进行叫做定额的一次扣减 那这个也是三年的期限 那这个定额定的是多少呢 六千元 是吧 那跟刚才那一万二 正好差了一半 而且呢 它也不是一个就六千 它也可以是上幅 最高上幅30%的 同时它进行啊 这种叫做定额扣减的时候 次序依旧是增值税 然后是附加税费 然后呢 那就是叫企业所得税 是吧 所以这样的内容啊 就是定额一次扣减 还是限额一次扣减 就我们在选择题里面 还真是出现过 好 那我们有普遍性的是这个政策 叫增值税的纳税人 初次购买增值税的税控系统 专用设备所支付的费用 以及呢 今后每年啊 要进行这种设备的 就是系统的升级 是吧 那你要每年交这个技术维护费 这些呢 都可以在应纳税额当中呢 是全额抵减 它不是抵减的税啊 抵减的是你买得出的费用 好 那我们第七个提到的是 关于增值税的 叫起征点的规定 是吧 这个规定呢 在前面的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的 那个规则当中 我们曾经提到过 他也和我们第一章 讲到实体法要素 减免税有关 起征点 那就是达到一定税项开始 征税的起点 起点到了 正常全额征 起点不到的是不征 所以他的特点 那就是不到不征 达到全征 好 那对个人来讲呢 他说不包括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 那就意味着是 小规模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 实际上这个不针对 小规模纳税人 这主要针对的是 就是个人 那他们有 按期和按次纳税的起征点 但是这个 就不需要大家去看了 那我们主要是知道一下咱们小规模纳税人 因为他是今年的这个变化 那他原来的起征点呢 咱们不说他起征点的这个过程了 那就是从改之前 知道一下 他原来是按照月15万 季度就是45万 现在调整为 月10万 季度呢就是30万 是吧 这就是他的起征点 所以达到了月10万 那你就小规模纳税人 今年就按1%交吧 要季度交税达到了30万 按照1%交 没到起征点 他就不需要交了 好 这样就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 叫做达到的是吧 是要正常全额交 不到的不征 比如说我们是按照月来说的 这个纳税人呢 在一个季度里面 他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分别他的销售额 一个是8万 还有一个月呢 是18万 是吧 还有一个月呢 这就是5万 那你要是选择按月交的 这两个月都不够10万 不需要交 因此这三个月 他总共要交的呢 就是针对18万啊 去乘以 是吧 假如这都是不含税销售额了 啊 乘1% 那如果你还是这么多的销售额啊 你不是选择按月 而是选择按季度的 是吧 按季度 你这一个季度加起来呢 就是31万 所以他是超过了30万了 那你就得要全额交了啊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交税 假如这都是不含税的销售啊 那31万乘以1% 所以这个到底选择按月还是选择按季度来交增值税 那他是确实有这种差别的 好的 那关于增值税的这个税收优惠 那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叫做其他规定啊 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考试中是没有出过选择题的 所以大家作为一般了解的内容知道一下就行了 享受减免税必须要分别核算 如果没有分别核算啊 把所有的销售和放在一起是不能够啊 对减免税那部分单拿出来的那也就不能享受了 另外一个那就是纳税人啊 他本身是符合这个减免税条件的 但是他现在呢 他要放弃啊 这个免税是吧 他非得要交税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放弃免税 你就正常交税 那今后呢 是不能够马上再转回来的 所以有同学可能就不太理解啊 那就是你增值税 他可以享受优惠 你可以不交嘛 是吧 你干嘛非得要放弃这个免税呢 那我们说增值税 它是一个间接税 他要交的税 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来负担的 而这个增值税呢 同时他也是一个啊 叫做有抵扣的 税减税的差额才是他的应纳税额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要是享受免税 那我外购的货物 是吧 外购的服务 那你的增值税啊 你支付的上一个环节呢 是不能够抵扣的 那这样的就会加大你的成本 是吧 加大你的费用 那反过来讲呢 我要是放弃免税 是吧 放弃免税 那我就是按一般纳税人交税呗 所以肖像算了 那当然我购进货物和服务的进项 就可以抵扣 所以呢 我们进入这个成本 是吧 进入费用的就会降低 成本费用降低了 那当然我的利润会增加啊 效益会提高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纳税人他是会从整体的角度 去考虑你的税收负担啊 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增值税 交还不交 所以这时候他有可能就放弃免税 但是后来一算账又不合适了 都还要接着享受免税 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啊 就是放弃免税后 36个月内是不能够再申请 反反复复的是不行的 另外放弃免税呢 是要有书面的这种形式的 那你放弃 不需要税务机关批准 就只要备个案 是吧 书面备案就行了 从下个月开始 四月开始 你就正常按一般纳税人的 这个要求 交效解析项啊 进行这个税额计算 进行纳税申报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还有可能 就是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的同时 是用免税和零税率的规定 这样可以选择啊 是适用免税啊 或者说是适用零税率 他们是可以选择的 是吧 这是可以选择二选一的 那当然作为纳税人 你放弃这个免税 他必须得是全部的货物 或者是劳务 不能说我这一个单位里面的 一部分货物我放弃了 那免税的另外一部分货物 我不放弃 这是不可以的啊 那他在是一个整体的免税 或者是整体的放弃免税才可以 好 那我们针对增值税的这个税收优惠 其实内容虽然很多 但是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 你发现经常考的要点 其实是比较集中的啊 不是面面剧道都要考到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针对咱们啊 这个增值税 在税收优惠这块的难度比较大的 就把优惠政策的多个这个优惠给你混在一起 而不是只考你某一个 比如说服务的啊 或者说考你一个特定项目的 不是 他给你混在一起啊 也有这样的选择题 比如说我们21年就有这样的多项选择题 那他说的就是 关于增值税的哪些说法 是正确的说法 A学家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 哎 这个封电 他说是急增击退50% 没错 这个说的没错 因为我们前面针对急增击退 多次说过 3%的6%的50% 那三和六是超过了是吧 法定税付啊 这个三和六才急增击退 而这个封电呢 它就是一个急增击退 好 那B选项是纳税人初次购买增值税 税控系统的专用设备所支付的费用 以及啊 今后的维护费 可以从因纳税油中全额进行理解 哎 这个是我刚才见到的是对的 好 C选项提到的是安置残疾人的单位 哎 这个是不经常考的 是吧 选择题的选项 它也出现了 他说呢 这应该由税务机关啊 按照这个纳税人 安置残疾人的人数 是吧 进行什么呀 叫做限额 来扣减对吗 不是吧 那我们不是说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乘以四倍 然后呢 再乘以人数 所以这样呢 它是实行的叫什么呀 叫做限额急增急退 而不是叫做限额扣减 所以错就错在这个扣减上 而不是错在限额上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第四个 那个选项说的是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这刚才确实是见到过 是吧 那他呢 从事个体经营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的登记 这个当月起三年内 叫什么呀 实行先征后法案 这不对吧 这个我们提到过 是吧 有限额急增急退 定额急增急退 但是不是先征后法案 那还有就是企业招用这种贫困人口 是吧 他应该是三年内按实际招用的人数 按实际招用的 注意啊 人数予以定额的急增急退 那我们这块的问题出在哪了呢 定额确实是有 但是呢 他不是急增急退 是吧 这是定额的税额扣减 所以这里面问题也是错的 好 这样呢 我们的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和B 那也就是说 如果在考场上 你对于没有把握的多项选择题的选项 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 就是你不要去碰它了 前面A和B 你是肯定能够确定是正确的 那多选题已经有两个选项了 我在这我们想说明一下了 就是在近三年的考题当中 对于这个税收优惠这部分呢 有的时候考核它要比较细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 这个即使再细 它也就是这么一道题 是吧 它也不会对我们整个的这种及格线造成影响 因为你该掌握的其他的重点问题都掌握了 所以丢这个一分两分呢 它是在所难免的 好 那在税收优惠中 最后我们给大家来列举一个 那就是关于个人的 在你从事的业务当中的一些 这个要交增值税的项目 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 问你个人税收优惠有哪些政策呢 A选项 个人出售两年以上的住房 我们说这个时间呢 两年以上的是有免税的 但是你得看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是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你出售两年以上的 你是普通住宅能免税 非普通住宅 你还得交按插着交 所以不能一概的说别 那么B选项 个人转让金融商品是免税的 个人出租住房 这是可以按百分之1.5 很低的税率 但是也不能够说免税 那B选项 个人出售使用三年的轿车 个人卖的是用过的 动产类的 这是免税的 以及个人转让住座权 无形资产里面是免税的 好 这样的正确答案 选择的是B第一 那到这为止 我们整个的 关于税收优惠 这个第五节 是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学税收优惠 不管是哪个税种的税收优惠 可以说 都是又枯燥 又乏味 是吧 而且呢 因为优惠政策太多 有的时候 听完了一遍 不一定记得住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听完了 你知道的是重要考点了 那就是浏览笔记 不需要去背 好 这一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学习的 我是在房子这ках 我гу 我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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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关掉 在借里面 我那间都走着你 我报道